再有中央援建香港方艙醫院房屋組件的貨船 今日清晨抵達油麻地公共起舍區 貨船從廣東中山王普港出發 經歷了約10個小時後抵達油麻地公共起舍區 大型吊機將一個個獨立房屋組件從船上卸至貨車上 運往位於元朗的方艙醫院 由2月23日至今負責的船務公司 通過水路應急通道共開出48個行廁 除了運送中央門港方艙醫院房屋組件近5,000套外 還包括配套病床4,300張 總共超過1萬噸物資